随着科技的进步 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中 LINE以其丰富的功能和友善的使用者界面赢得了广大用户的喜爱 LINE社群更是其中一项重要功能 让每个人都能轻松创建自己的社群 最近,LINE宣布将逐步推出全新的分析功能 让管理员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社群轮廓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令人期待的功能究竟带来了哪些优势 什么是LINE社群分析功能 除了一般的聊天式管理功能外 管理员现在可以透过LINE社群所推出的全新分析功能 针对所经营的社群进行深度观察 可以更有效率地管理与增长社群 同时,为了让管理员能够更清楚掌握社群的活跃度 我们也提供管理员可以依据不同需求 查看特定时间区间的成员与讯息数据之功能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管理员能及有使用分析功能 为社群带来更加完善的营运以及管理资讯 并让使用LINE社群的用户们得到最理想的交流空间 使用分析功能时,请参考以下事项 一,必须为社群聊天室的管理员或共同管理员才可以使用 二,可选择想查看的数据区间 提供六种时间区间作为选择 三,支援手机版,不支援电脑版,及手表版本 四,后台统计数据汇整需要时间,并非即时数据 使用分析的方法请参考以下步骤 一,点击LINE社群聊天室右上方的图示 二,点击下方分析进入分析主页 三,进入分析主页后即可看见三种主要数据 分别为,过去七天的传送讯息数 日期区间一详细页面可调整 过去七天的传讯息者数 日期区间一详细页面可调整 传讯息者的排名 四,以及最下方可看见LINE社群增长小技巧资讯栏 五,开始您的深度管理吧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